香港之乱过来快速升级了 香港警方与暴徒在香港中文大学形成对峙 双方进行了你来我往的赶战 暴徒向警察投掷燃烧弹砖头的 校园里很多地方拦起了旋旋大火 很显然这一对抗已经完全地超出了正常的维持秩序的范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已经进入了最危险的时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暴徒为什么选择在了香港中文大学与赶紧对峙 这种暴乱接下来又如何演绎呢 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有三 一大学一直是暴徒们的庇护所 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 香港的大学可以是香港暴乱分子的庇护所 因为这些暴徒大多还是大学生 当然也基本都来自这些大学 大学为什么庇护暴徒最根本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因为这些大学很大程度上 受西方的基金组织的蛊惑或操纵 长期受西方影响这些人的心理 他们很大程度上不认为学生是在搞暴乱 而是在表达意见 所以以大学的心理上来说 他们认为警方和干父应该轮轮学生表达诉求 甚至一定程度的暴力 所以当香港学生和赶紧对峙处于落实时 香港的大学就会站出来替学生说话 披露香港中文大学在11月12日就是典型的互端 警察执法还要经过与港中大协商 这在全世界都显得不可思议 简直是岂有之力 执法机构执法本身首先应该是权威型的 大学首先做的不是谈条件主制 而是高度配合 执法和教育完全是两个范畴 大学作为教育部门不应该干涉执法部门的执法 而是因为香港的大学管理者骨质里有点怕学生 过去几年香港的大学生做了太多出格的事情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施展 我们几乎听不到香港大学的校长教授 对学生有批评支持 不批评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怕事想明哲保身 试想大学校长可以被学生打 打了还没有什么后果 这哪里是有正常的管理 上是香港各大学的管理者们的洗礼论文 自己的学生出问题他们不去搭救 好像会受道德谴证 但是他们对学生干的犯法的事却非常嫩隆冷 甚至把违法犯罪看成是可以随便宽隆的事情 这的确是个非常难连觉得不可失忆的悲论 二暴徒们对自己的母校缺乏最基本的重重 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实为正常的香港大学生的文章 他看到在母校标志上写着如满母校的文字 他看到后很气愤并且准备处理掉 让他的同学看到了不但不生气 还要嘻嘻哈哈地和这个骂他们母校的文字和音流念 从这些学生的表现上看 他们对自己的母校缺少最起码的重重 而显得正常的学生的比例是那么的少 这么多学生如果普遍连自己的母校都不重重 那一定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而且烧毁自己母校的事都能够干得出来 这意味着香港首行学校内的安全就会直接下降 警察暴乱在校园后果最轻 暴徒们在校园与警察对峙并爆发冲突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学校出头协山让警察扯中 警察则是在暴徒的庄头 燃烧档的袭击下撤退的 暴徒呢实际上并未得到诚挚 甚至根本不必维持负责 学生会一边使用这个胆尖牌一边升级暴力 暴乱无疑正在向生存演化 种种迹象表面 暴乱正在周向恐怖主义 那么接下来会如何演绎呢 在我看来 接下来香港暴乱将会呈现十大特点 以暴力行为开始普遍存在 之前税浪暴力行为也是有出现 但相对来说 普遍性整体依然较低 然而在连续地呈现出极端暴力事件后 释放效应会能够暴力活动快速上波 披露11月11日 香港理工大学出现了重火暴乱 11月12日赶中大的暴力行为 明显又进一步扩散的价实 暴力方式将增加 如果大家注意观察 暴徒采取的暴力方式正在增加 譬如11月11日 又在香港理工大学重火的 有夺腔的针对市民进行暴力袭击的 这些行为明显手段和方式 又恶化并增加的趋势 让暴力事件将更加极端 从过去两天暴力事件呈现的状态看 暴徒呈现出来的状态明显又极端化趋势 明显体现出了参与者的极端化趋势 如果接下来有时事人看出了更多极端的事 这会引出更大的极端化袭击顺温 是暴力事件呈现出明显的无序性 香港暴乱明显有一种无序性在里面 虽然暴乱升级看起来 有明显策划推动的痕迹 让暴力明显呈现出了一种无序性 不是提前完全确定的剧本 更多这是源于个人的一种选择 直白说就是暴乱升级背后 有很明显的至今支持加大力度的迹象 这意味着只要资金来源不被切断 这个加力在未来避浪还会进一步提升 在金钱吃鸡下暴力所呈现的无序性升级 亏了这种群蛮性活动特征家乡明显 坦率说香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原因很简单 上述的暴力所呈现出来的特点 意味着按这个趋势发展 暴力将像是没生活渗透 譬如暴徒直接袭击地铁等公共设施 直接针对市民进行暴力袭击的 过期暴力活动与香港市民的生活教育 香港市民完全可以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状态 然而当极端暴力呈现出上述的特征后 暴力活动将直接地影响到市民的生活 譬如针对市民进行暴力袭击的 他们仅仅是说了一句 我们都是中国人 暴力就瞬间爆发并产生了严重后果 然而出现严重后果后 诚挚并未更傻 迄今 刑生的暴徒依然没有阴性 若按照如此节奏发展 香港市民未来受到如此袭击的时间 必然快速增加 香港整体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 会顺速地上升 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是 持续的暴力袭击 会让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陷入衰退 会让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幅增加 最后背后支持暴力的资金所带来的好处 会远远地低于所带来的毁坏 那么矛盾就走向了激化 如果接下来伊朗没有力量可以遏制这种趋势 香港内部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 社会冲突会进一步加剧 暴力世界将普遍反噬香港社会 这给香港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只有经济成名而言 很多事情都是完全不可逆的 披露内地出台的香港市民 在大湾区屋门坎的购房的政策 将直接重创香港落实 他给香港房地产横眼所带来的形象 将是永远无法重新回到政策发布件 而是越往后影响越深远 因此在香港问题上 未来很多人都将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局面 谁在墨水暴力 谁就将为自己的墨水付出代价 香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承受危险的还是香港自己 现在香港的局势 对香港所造成的伤害 已筑成且不可拟 未来哪怕伤好了 伤疤也会永远地流下来 换句话说 今天暴徒所做的孽 要整个香港一起来还 甚至都不知道要还多少年 还台之瓜何堪再灾 还台之瓜已被灾关 还台不但已无关 甚至连刻意路途的总都没有了 可怜的这种 也有所在经历的 最终的就是 los一人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也有多多都没了 没有了 相当的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